美国路易塞纳州和西维吉尼亚州的政府 州一决定跟进其他的州 在全部或者部分的政府部门设备中 禁止使用有自安疑虑的社群软体TikTok 原因是担心中共会借此来追踪美国人的个资 并进行内容审查 目前美国已经有19个州 针对TikTok发起类似的措施 而在联邦政府方面 美国参议院上周通过法案 禁止在联邦政府的设备中使用TikTok 同时 中议院20日也将相关的禁令 纳入一项重要的政府拨款法案当中 该法案预计在本周进行表决 另一方面 中的推动政府部门禁止使用TikTok 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 也在13日提出了另一个法案 也就是在整个美国禁止TikTok的云运 提案者之一的众议员盖拉格日前受访时指出 TikTok对美国来说 不仅是一个国安风险 更是一个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问题 TikTok所引发的问题 目前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 官员们纷纷提出警告 或者开始进行调查 其中印度政府更是早在2020年6月 就已经全面封杀TikTok等中共控制的应用程式 新唐雅开电视李毅宏综合报道